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15号 正月十五 元宵节 指数出现了反弹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个图在近期的一段时间都很妙 去年2月份的高点 9月份的高点 12月份的高点 区间的上轨 然后3月份的低点 7月份的低点 区间的下轨 上轨和下轨是平行线 那么太早了 平行线上它们之间的 所有的点都是有数学关系的 那么也代表的是这条线上 所有的高点和低点都存在数学关系 未来如果有一天能够到达 通道的下轨处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到 它常规低点的概率会非常大 好吧 那如果要是这个有结构就更好了 如果有结构的话就更好了 那近期呢我觉得到不了 近期到不了 再看这个 特别之前这个下跌的速度 加速状 看出来了 这个基本是成这个自由落体式的 加速状 速度非常快 那么一般来讲 加速是处于一个顶上的时期 顶上的时期呢 通常很难判算低点 所以需要一个 从顶上到衰退的过渡的过程 那么还好呢 到达这个 通道的下轨还有一定的空间 这怎么总有说没涂的呢 没涂的话你退出重进 好我们继续讲 我们继续讲 这个没涂啊 可能是很多原因啊 但你退出重进一下就行了 你总的喊没涂没涂没有用啊 大家都有涂为什么你没有涂 好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只要在这个 震荡的区间内 你就无法去判定 他已经不走震荡式了 因为他还在这个震荡的区间内 你如果看日线的话呢 他可能是有波动的 你要是看周线或者月线的话呢 现在就是一个横寒 所以在区间之内 我们还应该 颠承着震荡的思路 我们不能说在震荡区间里 我们就不准处规则了 震荡 对于趋势为股的交易规则是有所耗的 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微调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能让大家 留了那个四成的底仓 就主要是针对震荡区间的 所以目前来讲呢 就是说他没有脱离这个震荡区间 但是有几点 第一 震荡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一年多了对吧 他不会总在这 三个高点或者三个低点 然后呢 如果下一次再到上面这条线 我认为就是突破 下一次如果再上去 不管是什么时候 就是突破这个区间 那假如说 到中间或者什么位置 再次向下 第三次啊第三次 如果第四次到达下面这个线 我认为大概率是破位 大概率是破位 所以这个恒凡震荡的区间时间那么长 也不会持续的特别久 那这一波来讲呢 我们觉得 先是会受到支撑 先是会受到支撑 咱们以前距离UCI只有远 要结构没结构 要趋势没趋势 要序列没序列是吧 现在目前就是等着 那么昨天呢我们也说啊 近期的市场不太会容易出现像 其实前的这种三天市下跌 我们认为呢是在三天四 就这两天啊 三天四到三天五之前震荡 对吧 昨天我们画了这个图啊 就短期的震荡 今天的走势呢 跟我们昨天画的也差不多 这个震荡它的好处呢是在于 它拖慢了整个的回调的速度 那速度如果过快的话呢 还是无法解决 从顶盛到衰退的这个过渡的时间 但是时间又不够 就是说 从顶盛到衰退是需要时间的 本周的时间是不够的 所以呢我昨天啊 昨天周一是吧 春节之前 说春节之后大概率可操作性不大 春节之后呢 第一天也说啊 可操作性不大 昨天就说本周啊 咱们这都提前说啊 本周的可操作性不大 然后昨天也说啊 这个近期来就这两天 走窄幅震荡 你说从3400到3500 这100个点肯定 波动的幅度不算大了 窄幅震荡的概率大 然后后边 就这两天的震荡走完了之后 后边呢才会有 认证的市场意图 所以所以呢 就这两天就是光光为主 市场会比较无聊 那么主要就是控制好心态是吧 控制好心态 无聊的时候就无聊呗 难道那是啥怎么毕业 等着呗 本周的可操作性不大啊 但是上次座 这个今天也是上升的 但是今天长得多的还不是上次座 深层指和太阮曼指数 好请看深层指 深层指的其他的阻旗是没有结构的 这两阻旗有啊 这两阻旗有啊 90分钟 第一步的结构形成 但这个90分钟的结构形成的级别并不大 速度也不苦 所以它有可能是多重结构的 多重结构的啊 60分钟 但90分钟没有序列啊 60分钟是有序列没结构 所以呢 深层指可以判定小低点 并且这个结构有可能是 嗯 多重结构 就今天只是第一个 后面可能还有多个 所以深层指能判定小低点啊 那创业板指数呢 就什么低点都判定不了 有一个90分钟的序列 90分钟的序列 但是没有90分钟的结构 序列呢 对于结构来讲呢 要入 要入啊 如果在这个氧化的状态下 不出现消失 那么在这个就会出现氧化加9 或者不出现消失的话 就会出现氧化加9 氧化加9呢 嗯 嗯 它的有效性就会好一点 那么创业板来讲呢 就是也没有结构的形成 它只有个序列的基础 它也只能判断着小低点啊 但是这个我这个结了一张图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啊 创业板指数的日线跌幅比较快 我们一直说它结构不大 但假如说你如果按结构来进行操作创业板的话 是吧 那就是噩梦 噩梦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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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下跌了 不多 然后最后的最低点来了动画教室 那就是繁琐了 繁琐了 繁琐了 所以多的结构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那么你在看见结构的时候 你还要判断速度 还是要判断速度 你看这次的结构多不多 是吧 你来一程 所以呢你去看这个升降指数 创业板指数 就是近期你最多判断个小低点 这个低点所对应的上涨度期啊 嗯 反弹呢 都不大 至少目前来的盘算不出较大的来啊 所以进行还是怎么的 还是怎么的 本周的可操作性不大 好吧 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可以问 老师要不结构形成不买入 动画消失买入不就发了 想啥呢 这个人起的名字很有意思啊 叫做比徐晓明还丑 动画消失 如果前面买入的 后面是要卖出 那不能说 这次动画消失的时候 住第一点的 以后都动画消失买入 什么逻辑啊 比徐晓明还丑 这两个人说吗 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急跌你像创业板 创业板你说这个过程中 抄底的基本都抄死了是吧 抄底的基本都抄死了 急跌是不要抄底的 急跌抄底也很痛苦 我以为还想空手接这刀吗 但是急跌呢有抄底的意愿 每次急跌呢它由于 价格快速下跌 比方说 就是大家这个心理 你看是不是这样 就是有一只股票 你说你10块钱卖出的 它没几天就跌到八块了 你就想给它卖物 你根本不考虑这个 这八块是不是第一点 什么的 你就觉得这几天二点时间 它怎么就跌了这么多呢 你就想把它卖回 因为你只要买回 你就证明你上台车的卖出 是对的了 对吧 心理上是想买了 但是不行啊 那这样的不行 急跌的时候不要抄底 我们意思是说啊 结构是研究转式 一种动态的势能的衰竭 转到下一个 下降趋势的终结 就是上升趋势的产生 上升趋势的终结 就是下降趋势的产生 循环往复 小巴菲特今天我就抄了 小巴菲特 我不说嘛 昨天那天我就说 你看我没进言 我说你过完这一年 你好像没有什么涨金呢 我们对大家其实要求很简单 就是你按规则交易就完了 小巴菲特你初初跟规则反的来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吗 今天正在十五是吧 过了今天 对小巴菲特同学 严加管理 能竞严一次的竞严两次 能竞严两次的竞严三次 能竞严三次的时候 看见你的竞严 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说进去怎么办 想买但是不能买啊 不符合买入规则啊 你不能说低了我们就买 那来能行啊 是吧 咱们买的时候 一定别有道理啊 没有道理的买入是不做的 进去看东奥呗 对 不看东奥你也不能买 来到学员区里只为了一件事 买卖要有依据 不能胡乱做交易 一百股都不行 很多人他其实他做这个 小规模的交易啊 比方说一百股一千股的 不守规则是吧 比较随意 他真正的专业的投资者呢 他其实不做任何随意的交易 空肠的要买进四成堂 这个跟没关系啊 你空肠的买进 是不是属于买进 那么现在复合什么买入要求 老师有个人说新股发行太多 分走了很多自己 他走牛市要有9万亿的增量自己 新股发行是常态 主要是常态 股市的基本的 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融资功能 所以 这不是核心问题啊 不是核心问题 而且现在也没有跌止 横着 好不好 真假跌了 这不定说什么的都就出来了 还有什么问题呢 太难了 干啥不难 我就看这个 做实体生意的 我说从新日多条 看他们发这个做实体生意 各种难 前面有一个河南郑州的 跟人家讲过是吧 开了一个电话吧 反正实体生意了 然后一开始 是吧 后来疫情 协业 然后发达水 又疫情 各种 实体生意更难 更难 其实有些时候 你真的做了这个实体生意 你给我点开 它在于你这个 你像这股市呢 你像现在啊 最多就是无聊嘛 我说你拿钱想买 但是又不能买 就是你逼着自己不能买 是不是 最多就是无聊嘛 天天看着行情 然后又不能买 最多就是这样 如果实体生意 你真的做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呢 我听过好多人 他有这种痛苦啊 就是每天都很痛苦 每天赔钱还看不到希望 是吧 你比方说这个业绩的增长 亏损的幅度在收窄等等等等 哎好 有的准备不足 一拍脑门 创业的大梦一做 好就开始了 然后呢 就发现了 创业并不好看 对对对 那个是火锅啊 郑州那也是火锅啊 火锅啊 就是说 现在来讲也不算难啊 不算难 我说 这个逻辑呢就是 一般年难不难 股灾的时候难不难 但现在来讲不算难 从股市的下不算难 它只是无聊 对吧 你看去年就震荡的这一年也很无聊 震荡的区间还小 震荡区间大的话呢 一般都会有结构 有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做震荡的波段 这波段足够大 但是这个震荡的区间也小 是吧 百分之十左右 这比较难处 我不是怕难 是越难越有兴趣 不难才没意思 也不会有好的回报 你再吹牛问去 你再吹牛问 你遇到个三面下地 我看你难不难 蔡郑州应该做会面不容易倒闭 不是做什么的问题 你说那 刚开业 没几个月就让你关了 是吧 或者是不关 但是没有客人 没有客流量 不是做什么问题 现在其实 做什么都不容易 做什么都很难 所以做交易呢 就是说很多人说难啊难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的钱 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的钱 好吧 能够去 未来会越来越不容易 然后我又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信息的高度发展 使得信息不对称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股市里也有信息不对称 面部交易就是 点钱的信息不对称 当信息越来越发展 这种机会会越来越少 社会上的这种机会也会越来越少 然后你再去纵观发达国家 也是这样一样 只有在发展中的过程中 各个制度不完善的过程中 才会有巨大的创造性的体会 制度越完善 社会保持上体系越好的地方 这机会越来越少 那你就说这个 就没有特别容易的啊 就需要深增 深增啊 不会再有200万了 是 那200万 那那个年代 导动国股票就行了 也不一定被的需要这个是吧 导国股票 导股票 有一阵子大家记得吧 这个 法人果 法人果 很多人都不懂 真的来行情的时候 你就就 你能解释出一千个理由来 还没行情 因为什么怎么来的行情 对不对 真的 没有行情的时候 也一样 为什么会下跌 怎么会下跌 说的口诺全核 唾沫横肥 没用啊 你最终你还是要涉及到具体操作上 所以大家不觉得我们这个很跌地气吗 我们说来说很简单对吧 那就直接说 没有操作 本座没有操作 对吧 那不就行了吗 就比那个 什么股市大涨啊 部涨啊 发行股啊 什么乌克兰危机 你说那些都有用多了呀 不是说吃着火锅 穿着歌把钱赚了吗 怎么又难了呢 我没说难呢 是刚才有个学员说难呢 就你这种理解能力 你还炒股呢 我什么时候说难了 没发现就等着呗 我总觉得这交易应该是 比做生意啊 而且 可能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是吧 我做生意的成功率 不高 做投资的成功率 更不够 就是投资生意啊 或者投资股权什么的啊 所以做交易来讲呢 是吧 我把我做生意 和做股权投资的 所亏的钱都赚回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做交易下去来讲 我认为是简单的 但我做生意虽然说成功率不高 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啊 数据好像说是 从这个创业成功率的角度来讲的 95% 是失败的 只有5% 但我那天又算了一下 我差不多能达到20% 其实我做的 所有的事当中 80%是亏的 但是我能成功20% 然后我一对比 正常是成功5% 我说那还行是吧 还四倍的 四倍的 还可以 但区域现场一致嘛 所以现在来讲呢 我什么也不投资了 好吧 有很多学员给我写E-mail的 然后发的计划书 所以要做什么什么事 然后偷点钱什么的 对吧 家里勤健也有 开轮胎也好 然后还好多 然后偷钱了 然后朋友们也啥的 所以呢这个 这个股权投资呢 这一块呢 基本上我就不碰 不碰了啊 过去呢 就这个 无知者无畏啊 总觉得自己把 事儿 很多事怎么干成 就什么事怎么干成 那那个时候是 就比较 而且这个事不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 差不多也就这些年吧 三年前吧 最近的这些年 我基本没投资过任何事 三年前乱投啊 乱投一起 做天使投资 然后这个 是吧 开了好多的公司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所以相对来讲呢 尤其这些年 为什么说不做投资 或者说这个做企业的经营 我也不打算 怎么做的 就是我觉得竞争率在下降 信息的高度发达之后呢 竞争率在下降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 难度会越来越大 投资呢 我基本上不做 股权投资 有谁有公司我来入股啊 我帮他这个投了钱 这种基本就不做了 以后也不打算做了 所以这个一部分学员也被找我了 被找我了 然后呢 实体经营也在 也在 虚弱 虚弱 但是呢交易未来我可能还不增加 因为我对交易还是 嗯 我觉得这些当中啊 嗯 投资合作实体的竞争率会越来越弱 但是交易的一块呢 至少不会降 嗯 我们已知的体系也不会降低 竞争率不会降低 所以大家呢 其实把信仰 踏实下来啊 踏实下来啊 交易得一笔一笔做 好吧 一步一个脚印 脚踏实地的 步步为营的做交易 这才行 不多讲了 十六点一个三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